心情不错啊 股票回涨 当然得喝一杯 差点毁了我 好歹及时地挽回了 你还割了一大块肉 离婚呢 本来就是他的 分给新路一报 现在他占股值比你少了 百分之零点四 但是权重 几乎跟你平起平坐 你就不担心他要的 不是离婚补偿 而是公司的权利率 不用担心 新路没有这个野心 否则的话 也不会七年之前 回家带孩子去吧 开了保票我可以打 好啊 恭喜你 斯丹斯 补偿 结婚之前我就知道 我不适合婚姻 之前不离 是我觉得再也找不到 像他那么包从我的 现在打赢离 是我觉得我不能那么自私 他可以过得更好 你还会再见吗 你是以红元的身份 还是知己的身份来问 你说呢 我还能找到 比他更包容我的女人吗 无论如何 你都不会改变你自己是吗 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李律师 那就尽快拧好股权转让协议 请他签字吧 没问题 需要几天 三天 好 那一致行动人协议的修改更新 是否也做出来让他一起签了 那个不着急 我答应他 延后完成股权委更 等我们宣布离婚时 再公告股权转让 所以 所以就是说 对外公布之前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你看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 对吧 我的职业立场要求我 在客户之间保持中立 对于客户的选择不予置评 对于知道的信息 严收秘密 可是我听到你心里有个声音 那我先去准备了 再见